谢谢班耀星 中央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 有泛民人士表示仍然会参选立法会 也有人批评选委会剔除区议员席位 令特首选举变成假选举 乌卓言报道 选举委员会不会再有区议员代表 区议员在选举行政长官的过程上失去影响力 无权提名也无权投票 18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召集人梁国豪批评改动不合理 这次是为面子移改制 限制了我们香港本身的自由 所以变成了一个不妥当的做法 如果现在的百几票年当是区议员的话 可能最后不是投给他们生活中的人事 最后赢的人就少了百几票 画面不够漂亮 所以他们觉得不够漂亮不够完美 现在他们修例就是想做原事 至于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减少 入閘门栏亦都提高 民主党前副主席新思维主席迪志远和 仍然会积极考虑参选 我们都在招募着有心有力的朋友 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用什么组织形态 去接下来参与的选举 我们不理其他人怎样理我们 界定为什么派别 我们走我们的路线 标签里面下功夫是没什么意义的 迪志远说会以理性 务实学球民主的理念工作 不会针对那么吸引柳国派别的选民 争取双普选仍然是目标之一 有线电视记者乌策研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